《食物》 特別是正說 不用肉煮的 也是一個挺偏向的體質 這個體質是 理胎比較厚 有口氣 或者人很累 有時候那些汗也有味 那些很濕氣很重的人的體質 其實有多少種 類別有很多種 可以有很多種 但現在只能說一、兩種出來 因為這些是春季很容易發生的問題 明白 如果我們不知道自己的體質 用什麼湯水的時候 我應該怎樣去選擇 譬如阿醫師你介紹了兩碗湯水 我應該怎樣去覺得 我家人可能有六、七個人 五、六個人 三、四個人也好 我不知道我應該 合不合他們食用 還是說 其實無所謂的 中性都可以的 有個 有個是補氣去濕的湯水 補氣去濕湯水 如果有喉嚨痛 就不太好 是的 一般都可以的 都可以用它 剛才也介紹過 有檔心、福寧、白術、蓮子、扁斗、淮山 或者可以下一點塵皮 但是有一點喉嚨痛 就要避免 我看到這麼多湯水 就很好味道 我流口水 其實是否 我家人什麼人都說 腦亂亂 是否可以一家大小 什麼年紀都可以喝 有否分湯水比較適合 湯水沒有那麼適合人 不同人 其實都有分寒熱 寒熱 寒熱體質 寒性體質的人 就是怕冷 容易累 有些容易頭暈 如果女性有些會有驚痛 一般都容易傷風感冒多些 而呢 另外熱性體質的人 很多時會有口氣 或者睡醒覺有些眼屎 或者大便有便秘 口乾 喜歡喝凍飲 有時會容易發脾氣 即是粗一點 即是粗一點 真的粗一點 所以湯水也會調配不同的份量 或者不同的內容湯水給不同的人 對 都可以這樣說 但一般的湯水 只要自己明白到自己的體質是熱 如果煲了一些大熱的湯 自己喝少一點 即可以自己 如果肚子有些不舒服 都會以為吃錯東西 原來可能是因為不是吃錯甚麼 而是因為 你知道這世紀有很多細菌 可能這些細菌 對你來說沒有甚麼影響 不過因為你的體質的關係 突然間弱了一些 意思是不平衡 於是那些細菌就可以 影響到自己的身體 會產生腸胃病 因為喝湯水調理一下 就可以繼續去亂禁掃街吃東西 都是不好 但意思是不主張 但意思是身體的抵抗力會強化一些 變成生病的機會少一些 在夏天來說 我們剛才說了 吃錯了腸胃 有很多細菌 春天 另一個 好像醫師所說 經常會出現感冒 可能現在這個人感冒冷 又或者出入冷氣地方 或者身體突然間 由很冷的地方轉了 又不是熱了 又是冷下 又寒下 這便會產生疾病 原來調理師可以有甚麼 我們可以做到 即是我們預防一下 這些都是屬於一些外因 其實戴多一件衣服 其實都是挺重要的 因為現在乘車好 或者出入冷氣 氣溫相差是幾度 因此特別有鼻敏感 容易傷風感冒的人 這個時間都特別容易患上感冒 有沒有甚麼湯水 可以讓我們去吃一下 原來我們吃了湯水之後 我們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抵抗力 好像醫師說 出入冷氣相差幾度 相差十幾度 商場是十六度、十八度 外面可能是三十幾度 二十度都有 所以我們原來發覺 我們吃一些食療 可以預防一些疾病 有甚麼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有好味道的呢 或者我們可以喝一下補氣健脾湯 它是有黃旗、白術、蓮子、扁豆 可以用來煮豬腱 放一些蜜棗 可以加上霧花果 它都有滋潤的作用 沒有那麼容易感冒 沒錯 它補氣得來是有滋潤的 也適合一家人喝的 明白 另外一個位置 有時小不免會真的病了 西醫病了便吃藥 效果很快 感覺到沒有那麼頭痛 或者鼻水會停止 中醫有沒有這樣的 都是用同一個方式去處理 甚至是邏輯完全不同 吃一些中藥 中藥給我感覺是煮苦茶 是否這樣呢 現在新型的中醫 也有這些 其實現在有些藥粉 是代替苦茶 即是煮的 即是沖來喝的 效果都很好 當然有病一定是要用藥 到那個時間便要用藥 用藥便分為寒性體質 或是熱性體質 或是哪方面令到病 我們在藥中調配得好 都很快便可以治病 中醫體病 西醫就照樣說 中醫體病是怎樣的 即是擺脈 我自己都擺過自己的脈 是否有些特別不同的脈 你能感受到嗎 我聞聞切 切診脈是其中一個環節 我們都會感受到 因為脈象可能較浮 不一樣的 以望診、紋診 有時用鼻孔去紋 都能聞到這個病人 有時是有些體味 這樣 這就通過這幾個方式去斷症 是的 斷症是用藥嗎 是的 用藥 OK